化妆师与和尚 这听起来是两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事情 但对于眼前这位化烟勋装 穿高跟鞋的和尚来说 却能两者兼顾 并在这两个职位之间游刃有余 他甚至被时代杂志评选为 全球21位下一代领袖之一 这位来自日本的和尚叫做西村红堂 西村红堂从小在东京长大 18岁时远赴纽约求学 在他回到日本完成僧侣休业之后 他又选择来到美国洛杉矶学习化妆技巧 如今他是一位专业的化妆师 也是日本第一位出柜的和尚 很多人或许会感到疑惑 为什么他可以做到既是化妆师又是和尚的呢 这和日本的僧侣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在日本许多寺庙都遵循世纪制度 许多年轻人成为和尚是为了继承副业 此外与一般人的认知不同 日本的和尚不仅可以戴发修行 还可以喝酒吃肉 结婚生子 西村红堂的父亲是一座寺庙的住持 他从小就在这个寺庙中长大 深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和熏陶 然而在他三岁的时候 他意识到自己的取向与其他人不同 但他选择对身边的人隐瞒这个事实 这导致他在保守的日本社会中感到格格不入 在他的童年时期 西村红堂就对小美人鱼中的爱丽产生了喜爱 他会把一块布包在头上 留着飘逸的长发 假装自己是爱丽 然而在高中时 有几位同学在他背后议论 称他为同性恋 这一切让西村红堂倍感伤心 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内心的想法 我不能做真实的自己 我必须隐藏一切 高中毕业后 他决定赴美求学 美国的开放和勇于表达自我的氛围 给了他巨大的文化冲击 同时也让他松了一口气 开始正视自己 以及表达自我的必要性 他说 我觉得应该打造一个环境 无论你的性别 社会地位或取向如何 都有权力站出来 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发生 而西村红堂之所以选择成为一名化妆师 源于一次为朋友化妆的经历 当他为朋友化完妆后 他惊喜地发现 原本害羞的朋友变得充满自信 这个经历深深地鼓舞了西村红堂 他希望透过化妆的力量 凸显自己的特色 进而让人们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看到改变的自信与希望 只是在不讲求物欲的佛门中 化妆似乎有为相关规定 一度让西村红堂感到十分困惑 担心爱诗之粉的个性和同性恋身份 会有辱师门 后来一位高僧以短短一句话 打消他的顾虑 众生平等 而你的妆容 又可帮助你传递这个讯息 那有何不可 高僧还指出 日本僧侣经常在寺院外穿 非僧侣的服饰 并且从事第二份工作 这才让西村红堂恍然大悟 既然佛教所追求的是众生平等 如果他做的事情 有助于传达这个理念 那么打扮与否 化妆与否 其实就不重要了 这样的认知 让西村红堂更加自在地 流转于化妆师与和尚 这两个职业之间 他一边宣扬佛法 一边追求化妆事业 26岁的时候 他对自己的父母 坦白的同性恋的身份 索性父母开明 从不强迫儿子追随他们的脚步 或成为大众眼中的正常人 而是鼓励他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他的父亲对他说 这是你的生活 所以随心所欲的去生活 这不由我说什么 慢慢的 他得到了所有亲朋好友的支持 他如愿成为一名化妆师 有时还兼职模特 还受邀到美容学校去演讲 他逐渐成为知名的人物 引起轰动 他出了一本书籍 穿高跟鞋的和尚 做你自己 鼓励大家应该勇敢活出自己 出版至今 陆续推出日文和英文等 七国语言的版本 作为一名僧侣 西村红堂不忘进行冥想 他说冥想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也为他可以平衡他的心 通过冥想 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他能够走出他的身体 走出他的灵魂 从山顶看他的处境 经中有云 青莲花发青光 黄莲花发黄光 红莲花发红光 白莲花发白光 每朵莲花都精细巧妙 芬芳洁净 不同的花会绽放出不同的光芒 每朵花都有其独特之美 每个人也是一样 当它们愈发绽放出自己独特的美 面对世间的歧视与偏见识 就会更有勇气 活出自我 感受到生命的喜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